一字得救,永远得救 救恩是不可能辞去的 在圣经上的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句 耶稣说 凡称我主啊主啊 不能都进天国 只有行我天赋之一的人才能进天国 那二天 很多人会跟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凤里的名 只说语言 凤里的名赶出别摩 凤里的名是心许的一人吗 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也是中文人 离开我去吧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些人被主耶稣得救 他们就喊主啊主啊 世界上的大部分多数人都不宣诚相信耶稣 他们都并不宣诚相信耶稣 但丧帝警告的说 居然是宣诚相信耶稣 居然叫他主的人 很多会被拒绝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不够好吗 他们因为犯太多罪吗 不是的 注意好 耶稣在这儿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耶稣跟这些人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我从来不认识你 他没有说 我曾认识你 他并没有说 我曾认识你 但是你这个犯 这个这个这个是罪 你被拒绝 不是的 这些人 从来没有得救 他们不是失去救恩的这些人 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 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从来不认识你 就是从来不认识你 为什么 这些 注意好 这些人在说 是在吹牛什么 他说主啊主啊 不是凤铃的名字 是说语言 凤铃的名字 赶注给我 凤铃的名字 行许多义能吗 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他们当心的是 他们是 他们把 他们是把他们信心放在主耶稣上的吗 不是的 他们是把他们全信心 放在他们自己的良善上的 他们的自己的 然后自己的义能上的 自己的好行为上 他们说 我们行这么多美好事 为什么没有去 没有得救 为什么不上天堂 主耶稣他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自己也做得认 离给我去吧 这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把你全信心 放在主耶稣上头 你的罪 你会为你的罪受审法 不管你做多好 多少 多好美好的事 身上说都很明确的 请问不是介于行为 在诗通行传 基石六章三十和三十一曲 说二位先生 我怎样信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心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他们并没有说 去加入个教会 读圣经 做个好人 过个好人生 实际上说都非常明确的 是基督你一旦得救 就不可能失去求能的 因为基督不是靠行为 如果你自己要信 要信靠行为之得救 耶稣会将来跟你说 我从来不认识 你第一个我去吧 为什么基督不可能失去 因为有些人 像比如说天主教 他们相信 如果你犯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你去失去求能 这就是靠 就是靠义能得救 这就是靠你行为得救了 现在说的非常明确的 基督不是介于行为 如果你非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耶稣会将来跟你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把 你必须要全心心的 放到耶稣身上 放到耶稣 他丧失之下 死 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然后复活 这是你上天的门票 如果你想得救 你必须要把全心 放到耶稣上 你不能把你的心心 放到你自己的行为上 要不然将来耶稣都会跟你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